驻美代表肖美琴受邀出席美国众院中国工作小组的台湾策略座谈 肖美琴表示近年威权统治在国际间的扩张实实在在的影响台湾生存 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美国应该考虑的做法包括增加对台军售提供台湾正确的武器来吓阻中共 让台湾参与像是环太平洋军演等训练以及美国自身的国防工业基础现代化以维持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指出 他不会低估习近平想控制台湾的决心 问题不在大陆要不要入侵台湾 而是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 伯恩斯不认为中共会在二十大之后立刻对台湾动手 大陆驻美大使秦刚也出席同一场论坛指责台独势力借着美国支持模糊一中政策 他说大陆爱好和平但又表示不放弃非和平的统一手段 秦刚要求美国以行动履行承诺完全执行一中政策 强调只有坚持一中政策 攜手限制反对台独 才能达到和平统一以及长久的台海和平稳定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